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昨天上午国家公祭仪式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现场国旗下半旗 三千多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 漠然肃立 时时整 公祭仪式开始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笔 全场默哀 南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 在军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中 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将八个花圈竞献于公祭台上 随后83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 六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中 伴随着深沉幽远的钟声 三千语和平歌振齿高飞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感觉心情很沉重 内心也深受触动 我们部队官兵要时刻不忘初心使命 努力提升打赢本领 自觉肩负起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神圣使命